他説 又如宗 質量為M的小球 上一次我們太匆忙了 事實上那個公式我沒有帶錯 應該是帶μ的話我們應該寫M 所以後來我們當然沒有把它算出來 不然沒有把它算出來是答案 這是2V 然後這個他說這質量是小M 然後這個物體是2M 然後一個是V 一個是2V 他說在光滑水裡面運動 則小球在斜面上滑行的最大高度多少 我們看 當他互相靠近的時候 他就慢慢爬上去 爬到最高點的時候 瞬間他要滑下來 瞬間他要滑下來 那一剎那 他是相對靜止 對吧 相對靜止就是一起跑 那一起跑就內動能也就等於零 對吧 但是 但是呢 但是 相對靜止的時候 他這個方向 他的那個直心動能是沒有變的 做前做後直心動能沒有變 所以哪些東西變掉了 內動能嘛 內動能變成了胃能去 好 內動能多少 內動能是2分之1Mu 上面是我打到公司的話 在公司我把它寫M 不對 應該是Mu啦 2分之1 V2M 會變成多少 變成那個胃能嘛 小球的胃能嘛 小球胃能就是 Mg多少呢 H啦 對吧 那H就可以算出來了 好 我們現在來看Mu等於多少 Mu是等於 M1加M2 M加2M嘛 分之M1呢 乘以多少呢 M2 2M 這3分之2啦 3分之2M 所以減縮的量是3分之2 Mb 然後呢 相對的速度多少 因為這2V嘛 這V嘛 所以它相對的速度是3V V2的話是等於3V啦 有沒有 好 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H啦 2分之1Mu 3分之2M嘛 那乘以V6 3V的平衡嘛 等於MgH M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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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後的話 那個上完 看 這等於多少 這是3分之9嘛 所以這是3V平衡嘛 3V平衡嘛 這等於GH啦 沒問題 所以H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 幾分之3V平衡嘛 是等於 這等於 是等於